NOTION 成熟 哈囉 各位主持著 主持著 大家好 又是我Sophia啦 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富羽GE 有請到我身旁的這位珍珍 來跟我們大家做介紹 珍珍 各位主持著 大家好 我是珍珍 珍珍 我們現在的基地位置在哪邊呢 我們G的基地位置是在雙溪國小旁 雙峰二屆上面 那我们周边的生活其实 机能相当方便 因为这边的话有双溪国小保三国中 那像其他的行政中心 像公所警察局消防局都在旁边 交通相当便利 像一高二高的交流道也都在附近很近哦 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一起去参观我们的三房食品屋吧 GO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食品屋的三房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装潢是走比较工业风的感觉 然后带点文青感 这个格局的话是三房两厅两位39平的格局 那您可以看到我们客厅座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因为结构的设计我们是走梁柱外露的一个方式 所以四周的话都是四方方不会有柱子外露的问题 那整个客厅旁边斜接过来是我们餐厅的位置 那出入动线的话我们会到我们旁边这个地方 那是我们厨房的地方 是厨房这边还有特地坐一下拉门 就可以隔绝厨房的油烟味 是这样子的话在烹饪的过程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会有油烟外露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主卧室的部分 主卧室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相当的宽敞 在房间的正中有我放一个king size的床 进来的感觉还是相当的舒适不会有压迫感 那主卧室的方向它是向中平的位置 所以它这个地方比较不会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 安静度非常的够 是而且我们主卧室有个低台度的窗户 所以其实采光是非常棒的 是 那刚刚我们郑郑有提到说我们的格局是非常方正 所以其实也蛮好做规划设计收纳的这部分 诶郑郑我发现其实我们三房的两间次卧啊 空间感也是非常足够的 即便说放了这个深度很够的衣橱进去 然后我们的走道还是不会说很狭小 对因为我们这个个案的话它的公色比较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室内的话相对就会比较宽敞 两个次卧室的部分都可以摆双人床进去 还有衣柜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主卧室的部分 真正我们卧室设备是用哪个品牌的 我们卧室设备都是用TOTO的系列 而且我看到我们主卧室其实它也是有开窗的哦 对我们主卧室除了有对外窗之外 我们是做干湿分离的设计 那在天花板的部分您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做一个Panasonic多功能的暖风机 让冬天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舒适 那今天我们看完三房的食品屋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它是走叫温馨简单的路线 那格局规划方面也是很实用的 真正我们的GEE有什么优惠活动吗现在 我们现在GEE这个个案有一个限量送50万装潢的活动哦 有听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有优惠活动 有兴趣的读者呢 可以赶快拨打以下这支专线 或是直接到现场来做详细询问哦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真正来替我们做介绍 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